哈喽哈喽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林肯的飞行驾 这期视频主要来说一下它内饰 其实这台车内饰我也坐上来 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豪华 整体的设计啊 无论是做工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我最喜欢其实就是它木纹的这个感觉啊 就设计的刚刚好 不会说显得特别油腻 我觉得对于我一个90后来说 我也是能够接受的 另外呢就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12.8英寸的中控屏幕 这个尺寸我觉得放在2021年来说 就是刚刚好 如果说它这个屏幕能够稍微的 向驾驶员这一侧倾斜一点 我觉得这个体验感会更好 因为它这个太直了 就是说我坐在驾驶席这一侧 观察起来会稍稍的有 那么一点点不方便 另外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屏幕的分辨率啊 以及系统的操作流畅程度 还是非常高的 并且它内置的这个功能 还是非常丰富的 你像是大家常用的这种爱奇艺啊 以及说它可以帮你找到附近的电影院 加油站餐厅等等啊 甚至它可以帮你的订电影票 就让你整个的这个人机互联体验 会更强一些 另外呢就是它挡杆的设计啊 不像很多的常规车型那样 就是说弄一个电子的或者怎么样 它是这种按键的 如果说你第一次开这个车 可能会真的找不到啊 大家记住开林肯的车 它这个档位是在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露窃啊 那另外就是空调这个区域 可以看到啊 整个按键非常复杂 但其实功能还是相当明了的 就尤其是这种纯物理按键的 我已经多次表扬过了 但它这个车就是这个旋钮啊 这个阻尼杆真的是有点奇怪 稍稍的有那么一点廉价了 在这边呢就是普通的杯架 以及说这个前排的那个无线充电 这个驾驶模式调节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仪表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就整体的感觉 我是很喜欢它各种各样的动画啊 看上去还是非常具有科技感的 那中那个仪表盘呢 整个给你感觉就是 我觉得这个尺寸稍稍微有点小 但是你观察起来 任何信息啊 还是非常简单明了的 这个方向盘造型也是 一个三幅式的啊 整体手感非常不错 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语音控制 你只要点一下 然后这个车机就有反应了 其实我更愿意去语音呼唤它 你比如说你好林肯 你好林肯 我在 今天多少度 北京现在5度 今天零下6度至5度 比昨天暖和一些 就我个人感觉啊 他林肯的这一套 车机的就是语音系统吧 已经在这种 就是合资品牌车型里边 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了 那关于这台车内饰呢 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